嘿,大家好,我是雨显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巨赫拉 巨赫拉出生于1991年1月13日 在韩国光州广域市长大 毕业于首尔诚信女子大学 是前女子演唱组合KADA成员 在2008年韩国DSP公司选拔活动中 巨赫拉被公司提拔 加入演唱组合KADA踏入演艺圈 2009年参加韩国KBS新综艺节目《青春不败》 担任嘉宾 凭借该节目获得2010年KBS演艺大赏 MC女子组最佳新人奖 2011年参演电视剧《城市猎人》 凭借该剧获得2011年韩国SBS演技大赏《新兴奖》 2014年在综艺节目《Roommate》中担任嘉宾 同年12月出演个人真人秀节目《HADA On Off》 2015年7月14日发行首张个人专辑ALO HADA 2016年1月巨赫拉与DSP公司合约结束 与K-East经纪公司签约 以多西艺人的身份在演艺圈发展 2018年9月13日 巨赫拉因涉嫌对男友施暴被警方调查 后经调查证明为男友诬陷 2019年5月25日 巨赫拉被发现在住所轻生 且经纪人立即把他送往医院 索性无生命危险 经经纪人证实巨赫拉患有抑郁症 2019年6月 巨赫拉签约日本伟幕经纪公司 同年11月13日 发行个人日语单曲 Mad Night Queen 开展日本演艺工作 2019年11月24日 巨赫拉在首尔江南区 清潭洞的住处被发现身亡 年仅28岁 打开这扇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这个人就是正在和亲生母亲打官司的人 说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妹 曾经总是带着笑容努力向上的妹妹 在某一刻突然就离开了人世 20多年前突然消失 抛弃了年幼兄妹的生母 一辈子就像碎玻璃一样 扎在胸口的那个女人 突然又出现了 现在却要用母亲的名义 来抢走妹妹 2019年11月23日 在自己印刺上发了句晚安的妹妹 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此时的巨赫拉只有28岁 就在妹妹出殡的那天 礼堂里出现了一个女人 这个人就是20多年前 抛弃兄妹的亲生母亲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巨赫拉人发现对方的手机 一直亮着 正常手机壳盖住的话 手机应该是灭掉的 但是一直亮着 巨赫拉人想着 是不是对方在偷偷录音 抢过手机查看 果然在录音 就问对方为什么要录音 对方说怕以后说别的事情不承认 所以就录了音 并且一直用手指的巨赫拉人 说巨赫拉人 你以后别后悔 说着这些就走掉了 说着这些就走掉了 虽然是自己的生母 但是巨赫拉人却没有办法原谅她 因为被生母抛弃 从来没有感受过母爱 巨赫拉一直感觉很孤独 只能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发泄 日记本里提到的最多的人 就是自己的母亲 相差两岁的兄妹的记忆里 突然某一天就没了妈妈的记忆 知道母亲连招呼都没打就消失的时候 巨赫拉年仅9岁 哥哥也才11岁 意想不到的收到了生日礼物一样 开心的兄妹 突然听到了门外奇怪的声音 打开门以后竟然发现 自己的爸爸口吐白沫 躺在地上 于是马上联系了自己的大爷和奶奶 打了急救电话 把自己父亲送进急救中心的场面 当时仅11岁的巨号人 到现在还记得 后来才知道 是因为母亲的离开 是因为母亲的抛弃 父亲才做出这样的行为 几天后醒来的父亲 为了养活兄妹外出去打工 因为一直在外地工作 实际上照顾两个年幼孩子的 是孩子们的奶奶和姑姑们 9岁的巨鹤拉 带着进入演艺圈的梦想 已经慢慢长大成为14岁的少女 和其他亲戚孩子 住在一个房间里 也从来没有抱怨过的青春期少女 从来也没有提过 要找自己的妈妈 通过自己的努力 2008年 加入演唱组和 卡拉 踏入演艺圈 不仅演艺事业成功 巨鹤拉 在投资方面也很成功 2012年 终于在首尔富人区 青坛洞 用11亿 买了独门独院的房子 她经历了大成为 我们很精彩的 近期是 但是我仍然在一層的心中有点眼睛 我也在生长期间我最想的就是 我的名字是一家的一家 一家的一家 我感到有点充满的地方 如果是否会有点充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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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随着人气的暴增 伴随而来的也有一些公鸡的言语 面对着这些语言暴力流着眼泪 却依然努力生活的巨赫拉 在19年11月放下一切离开了 来不及悲痛 赫拉的哥哥好人就收到了律师面谈的消息 在葬礼上见到的亲生母亲 通过律师开始主张自己母亲的权利 虽然20年前抛弃了兄妹 但是在法律上却还有着母亲的权利 主张将巨赫拉房产卖掉 自己拿走一半财产的生母 按照韩国的法律 如果子女优先于父母死亡 并且没有子嗣的情况下 第一受益人就是亲生父母 亲生父母按照1比1的比例 共同拥有去世子女的遗产 不管是离婚还是放弃了抚养权 所以以前也总会出现类似 巨赫拉生母这样的事情 但是法律上仍然没有任何的变化 类似的事情也不断地发生 在巨赫拉兄妹的生母离家出走以后 给这个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20多年来一直在困难的环境中 还为了梦想而努力地去赫拉 成了爸爸坚持下去的动力 为了孩子坚持着 为了赫拉的梦想 负担起几百万学院费用的父亲 赫拉的父亲完全理解不了 离婚了却还主动放弃抚养权 和对子女的一切的生母 父亲把上诉的权利 全部都转给了自己的儿子 想着那也是自己女儿所希望的 因为从小兄妹的关系就一直很好 医生的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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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封存 Phantom 如果有一人的父亲 医生生的讨厌 就像个人终于自己 不如他去 我先得了 我愛你 我明白 我愛你 我明白 你獨自我生氣了嗎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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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好人更是赫拉一輩子再也找不到的自己堅持的後盾 小時候每次被打雷聲嚇到哭的赫拉 陪在身邊安慰照顧自己的都是自己的哥哥 從媽媽離開以後兄妹倆就相依為命 電視上有些人會被保護自己的哥哥 所指的生物 自己的哥哥也被保護自己的哥哥 但我的哥哥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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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组也是想方设法找到了俱赫拉少女时期的朋友 想了解一下俱赫拉到底是怎样看待自己的生母 2016年卡扎结散以后俱赫拉的演艺圈事业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从那时开始俱赫拉也开始得了抑郁症 为了不让亲人担心 所以从来也没有说过自己生病的事情 但是中间却有另外一件事情 三年前治疗抑郁症的时候 医生曾建议找到自己的生母见一面或许有帮助 通过各种方式费了很多精力 母女终于还是见了面 其他的心理资讯师也说 一般医生建议去寻找问题的原因 寻找到原因并解决掉可能是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生母的影响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因为心里很受伤 想着见面以后能互相拥抱一下 心理上能得到一些安慰 但是实际情况却和想象中的相反 所以造成对母亲的距离感变得更为强烈 因为这个造成的抑郁也许也变得更加强烈 就在卷入对男友施暴案件调查的事件中时 在那样累那样辛苦的时候 巨赫拉也没再开口提过要找妈妈 在第一次自杀未遂 失去意识住在重症病房以后 因为当时的情况可能需要监护人在身旁 于是后人就联系了他们的亲生母亲 让节目组倍感惊讶的是 正在和自己孩子打官司的生母 竟然就住在光州广域市 这么多年来和孩子生活在一个地方 却从来没有看望过 节目组想要采访巨赫拉的生母 然而明明在家 却假装自己不在家的巨赫拉的母亲 始终都没有开门 虽然没有开门 却始终没有放弃拿到财产的想法 就这样抛弃孩子 给赫拉心里带来了巨大伤害的生母 作为赫拉的哥哥 浩人也是想问一问 这样的人有资格做母亲吗 我认为赫拉的生母 但我认为赫拉的生母 是一般的朋友 是一般的朋友 所以我认为赫拉的生母 国会国民请愿主页发起了请愿 每当想妹妹的时候 巨浩人都会来到妹妹安息的地方 每个月都会来好几次 巨浩人希望自己妹妹的名字 不要再受到伤害 不要再受伤 为了那些被父母抛弃受伤的孩子们 梦想着巨赫拉的名字能够写进法律 想着这是作为哥哥 能给妹妹的最后一个礼物 国会国民请愿和青瓦台请愿是不一样的 国会请愿是 即使没有国会议员推荐 一般民众也可以发起请愿修改宪法的制度 需要30天内有10万人的同意 才能被送至国会 这个就是巨赫拉法 在巨赫拉财产纷争中 虽然母亲抛弃了子女 却享有子女遗产50%的分配权 并且因为遗产是父母享受的 巨浩人不具备上诉巨赫拉生母 拿走巨赫拉遗产的权利 最后在巨赫拉人父亲和亲属的集体上诉下 虽然法官知道巨赫拉生母 十多年间遗弃的行为 却不得不忍痛判罚 按照6比4的比例分配遗产 抛弃巨赫拉的生母 最终拿走了40%的 巨赫拉接近200亿韩币的遗产 为了避免巨赫拉生母 这样抢夺遗产的悲剧发生 而发起的国会请愿 最终虽然集齐了10万人的同意 却没有在国会会议中得以通过 2021年4月27日 巨赫拉法连同其他事宜 按照文在寅总统的指示 再次在国务总理会议中被提起 最后也是希望巨赫拉法 能够早日得以通过 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让那些承受一生痛苦的人 即使往生也能够得以明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